一部大家期待已久的大片上映了 那就是《风神传奇》 就凭你这邪魔外道也想趁下灰心 游戏才刚开始 这是根据啊 许忠林的著作《风神演义》改编过来的 也算是这个名著改编片 那么这个片子呢 很多人进了电影院呢 是抱着我看看这个《风神演义》的传奇世界啊 这原始天尊十二大弟子啊 什么这神功报啊 江子牙呀 如何斗法呀 雷震子怎么厉害呀 杨二郎怎么着 看这个的 可进了电影院看完了 很多人觉得失望 为什么呢 说这片子呀 有点像西游记 还有点像哈利波特 有点像指环王 还有点像魔兽 反正就不像《风神演义》 《风神演义》 可我们相信他吗 他们是被子 他们都应该被封锁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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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口碑啊很一般 但是你看票房的不错 第一天呢就快干到八千万了 他为什么呢 这个片子的营销啊 搞得不错 就话题炒作还是不错的 在2014年呢就开始炒这片子 一开始说女主角搭机 谁演了 这搭机你看很有魅惑力 这么个女人呢 所以一开始说书琪演 有人说书琪行呢 书琪眼睛不算大 嘴巴不算小 能演好这搭机吗 唯一这事吵很长时间 后来呢就换角了 一下子换成范冰冰 范冰冰也是话题人物 而且你看这里边 集结的明星 有李连杰 有黄晓明 有杨颖啊 等等等等 很少见能有这么强大的这种 所以你看口碑不怎么样吧 但有这些明星撑着 他的票房呢 也差不哪去 另外这个片子 有一个最显著特点 就是我前面说的 大家冲什么去看 冲风神演义四个字去 因为在中国古代神魔小说里 风神演义的地位 是仅次于西游记的 而且从神仙怪道的感觉 他比西游记的体系还要丰富